AM730博弈論 今天我們講一個相當有趣的題目 就是香港的KOL文化何去何闖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KOL有很多種 除了講政治之外 財經、煮飯食、時裝、消費 帶你逛街什麼都有 大家都希望在YouTube這個頻道 或者在Facebook那裏可以佔一席位 有些人就說賺到食 有些人就說賺幾萬元不難 你是財經界KOL 你怎樣看這個講法 就在財經界我向來 都明列前茅 如果做這件事 我向來都是賺到食 但問題只不過是將那件事由寫稿 變成KOL 其實都是這樣把錢調到的 實際上分別不是很大 但是有些人做到的 比如沈大師 其實他有一堆很忠實的讀者 沈大師找到 我想是二零碼一句 他找到的 所以其實 可以分析一下那個結構從哪裏來的錢 是真是YouTube給他的 D18 因為D18 D18本身是有一個收費渠道 很誠實的收費渠道 所以D18幫他做到的 沈大師聽說 你不斷爆別人 隔壁的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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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茶餐廳就說 沈大師一叫外賣 我們馬上就能夠給幾個水貼士 不厲害 是 所以 但是沈大師真是很好 真是個人很好 所以這個就是 財經界的 其實只不過是 那樣東西 你是普及化了 你中間是減了 中間那個 媒介的支出 是成本低了 所以是這樣做到 其實 如果你以KOL來講 你總括來講 可能你的總質素 是會更低劣 過有傳媒的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是一個是 通街都記者的時候 和有傳媒機構做記者的時候 你通街都是記者的時候 大家是亂來的 大家我們會覺得那些 禮崩惡懷 就是那些中立報道 那些全部都沒有了 就是將那些前前後後的 全部都剪掉 借字 自己想給別人看 那些大家就沒有了 一個專業性在那裡 那大家都是 就是 就變成了整件事 但是由於整件事 你沒有了中間所有的監察 所有的成本 就會低了 其實都是一個成本 減低了成本 減低了中間的製作成本 所得出來的日價 就是以前的時候 現在那些人賺的錢 我想做財經KOL 賺的錢 大概就是等於 以前做台經節目 再加寫財經專欄 那些人所賺到的錢 都是差不多 不會相差很遠 只是沒有了再看 就是傳媒賺錢少了 其實如果我這樣看的話 你覺得這個 財經 不要說財經 這個KOL的發展 好像你剛才所說 其實就是很參私 或者很多 可以或不可以 都可以自己開一個頻道 在這裏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再發展下去 會不會 就好像我們一些比較 Rational 的邏輯 就是說 去虎全清 做多一輪時候 就會知道誰可以 誰不可以 是不是這樣 會的 真的會 等於以前的時候 等於有無數的 無數的消閒時間多了很多 所以大家看 對於這個消費的時間 時間多了很多 所以需求也是大了 但問題就是 當你去到很大的時候 等於以前 等於以前輸出很多的時候 大家就一定要去 競爭就是 有很多人不行的話 就會很快就淘汰 事實上 你現在做KOL 很多人不成功 大家就不知道 你消失了 而這個現象 在大陸就更加明顯 不過這樣 其實我自己看到的狀況就是怎樣 以前可能真的是一個 所謂消費媒體的一個模式 就是你可能 你不會每天看很多份報紙 因為其實很多一般市民 都是看了兩份 即是一份報紙 兩份報紙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算是同一個新聞也好 如果KOL 大家都是講一段 有很多的聽眾 或者讀者 他們是不介意 聽完A 聽完B 聽完B 聽完C 雖然那些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好像不同的人說的時候 大家又很不介意 去浪費時間去聽多些 其實那些是類似 我覺得已經是手印的問題 不是心印的問題 已經是手上滑去看 因為現在看的新聞 你覺得有沒有這個狀況 現在看的新聞是少於以前的 即是看的新聞的質素 以前我們有一份報紙 你們還有一份報紙 你知道吧 一份報紙又叫一單新聞 一份報紙 我想如果你說港民來計 如果你說以前那些大報 我想都有二三十單一定有 可能不止 即是我說港民 現在你看到二三十單新聞 現在其實是相同一單 你看幾多 現在是相同一單 現在是哪一單大 我就看哪一單 現在就不斷在那一單 轉來轉去 沒錯沒錯 而且會有一個現象就是什麼 通常KOL 我自己感覺 A KOL 看了B KOL 可能有一些觀點 他覺得對的 他就會自己再轉多一點出來 或者再想側一些 或者想歪一些的觀點 或者一些所謂的撥論 或者一些不同的 切入點不同一點 這樣自己再出多一段 這個就有一點 其實都跟傳統媒體 不要說傳統媒體 其實跟以前大家一向看的媒體 跟現在這種所謂的KOL 廣播式 是很大分別的 因為KOL廣播式 它不是很 只是補了一段新聞 它反過來 它就是要想 究竟哪一個觀點 是可以最多人想看的 其實就是等於以前的評論版 和等於以前的專欄 只不過它再新聞化一點 但問題是等於以前評論版的專欄 就是以前你寫一個專欄 你都可以是 都可以是 很多種不同的觀點 是一個 一版突然發生了大新聞 是 你那一版有二次專欄的 你都有十個專欄 那一單新聞 現在十個專欄有十個不同的觀點 都不知道的 因為如果譬如我做編輯這樣計 如果評論版 如果十個專欄裏面 有五個說同一件事 我都會擔心 那些讀者是否真的這麼想看 但現在的KOL 就不會有這個擔心 因為大家都 你一家我一主 那證明你的擔心是多餘的 可能是 可能是 原來那些人是不介意 不介意 但因為 你始終文字和 講話不同 講話的時候 你文字的時候 不是那麼多人看得出 兩篇文字的分別在哪裏 但如果你是 KOL 你播的話 因為實際上 懂得講話的人 的能力 是比寫一寫的人 更容易 所以就變成 在社會上 就有更多KOL 出現多於寫專欄的人 當然因為 KOL的entry barrier 那個 入場成本就很低 另外一個問題 但問題是 其實我們 將那樣東西 其實每一樣 就是extension of man 就是extension 那個東西 其實每一種 傳媒新的媒體出來 那樣東西 只不過是一種舊的 再重新包裝 問題就是 所以 只不過我們是想 它跟舊的 哪一樣東西 match 多些 只不過是舊 永遠都是舊的新種 再講回頭 有很多人近來 就是 Patreon 會不會 引起 Youtube 一些 所謂的KOL 大家都把 Focus 去Patreon 那裏 因為那裏收到錢 你覺得這個 沒有可能 因為Youtube 是不收錢的 你覺得是不收錢 收費電視 免費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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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希望免費電視出來 但是如果做收費電視 即是Patreon 那些 其實需不需要退出Youtube市場 老蕭沒有退出 老蕭沒有退出 我都沒有退出 我不是做Patreon 我是自己做一個收費的 因為 其實我不是自己搞 永遠不會做自己搞的 我只是 別人搞我去加入 那個人找我拍檔 我就找他跟他拍檔 他就是 因為他說 根據他對於 他也是很熟悉這些 他是自己曾經創業的 創投 是賣了 他因為他1998年的時候 畢業 畢業的時候 剛剛做金融風暴 就沒有工做 所以他就唯有自己的創投 就去投資 就是以工 我想他都不是磅水的 都是以工打工來投資 是 以工投資 做了幾年之後 就賣了一檔 自己有些錢 現在都在做一些類似IT的事情 他就說 以他對這些行業的理解 Patreon到最後會剪你的錢 就是他現在成功 到了最後 你到最後 你會被控制著 牽制著 你就不著數了 寧願現在收少一些 自己做一個 自己做一個 是 他說如果Patreon 短期的話 你可以收多些錢 但問題是長期的時候 你就整件事被牽制著 所以 我就是做了一個 自己的頻道 自己的頻道 但我都沒有放棄YouTube 因為YouTube到最後 你的Reach很大 如果你不做YouTube的話 其實你一定會越做越死 會越做越縮 我們仍然要繼續利用這個 美國做的頻道 去發揚我們自己 中國或者香港人的 不同的一些理念 或者精神 是嗎 除非你去回中國 中國都有類似的事情 我講到愛大 中國都有類似的 但現在問題是 香港人不用 最重要的是 除了香港人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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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我們無法允許這件事 還有大陸的頻道 好像是不要用YouTube 直接賣錢給你 YouTube直接賣錢給你 這樣才會更好 好 今天我們講KOL的一個發展 講到這裏 下一次再跟大家再聊